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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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兩位的歌聲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過了半年多又再來 怎麼辦 怎麼樣 長江後浪 推錢了 我不想說 不是 你是中流砥柱怎麼推得倒的 對不對 真的很多前輩來這邊指導 讓我們的學員們功力精進 一直一直都在進步 對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那他們總是還有一些缺點嘛 好 我先說雅雯的好了 雅雯就是 因為他的歌聲就是那個線條很優美 這歌他唱得很好 就是在主歌的部分 因為他也是一首稍微重一點的歌 那如果前面就是唱的 如果說是像後面一樣 就是可能他的聲線是差不多的話 可能就稍嫌平淡一點 平淡一點 對 比方說 有一點像講話的那種感覺 可是在某些段落又要有 口氣跟重音這樣子 這個情緒去雅雯前面 試試看好了 對 非常好耶 有那個口氣有出來了對不對 對,就是口氣就是那個拿捏 一點點、一點點這樣子 對 其實可以就是 你的聲音不要出來 就是只有口氣出來 放鬆 放鬆 葉子掉在地上 這只是其中的一個技巧 不錯 那富凱呢 富凱的話我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好挑剔的耶 謝謝 因為他的低音真的 他的低音又很穩 高音也很穩 因為他還年輕 就是可能還需要多一點點的歷練 在某一些很小的細節 很細膩的地方 可能再多一點點的情感 就是說他可能就是 這樣唱就是很完整 就是很完美 聽起來就是很好聽 可是就少了一點點的情緒 是 對 哪些句子要練的沒有 副歌好了 因為這是男女合唱的 所以 你要陪他練一下 我跟他一起好了 馬文老師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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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啊,你看 是 真的,他只要在 就是那個細節 那個細膩的部分 再稍微再抓一點點 那個情緒就真的太完美了 就不得了 所以他們兩個看 真的太會唱了 剛剛聽完他們的交流 我想請羅老師做個補充好了 羅文宗老師 今天馬雅帶來的這個是說 一首歌裡面 要怎麼樣的加重重點劇的處理 可以達到畫龍點睛的這個效果 那我覺得應該每一首歌 其實都長得不太一樣 那你們應該先去消化一下說 這首歌裡面 哪可能有某一句 或者是某幾個字 或者是某一段的旋律 你特別有感覺的 你就要去強調它 那強調有可能怎麼樣 唱重 有可能唱輕 有可能是加哭腔 有可能是加裝飾音 好,都有可能 不要想聽到強調 就以為說一定唱得很用力 比較強調 不一定哦 放輕也是一種強調 因為其他都是重的時候 突然那個地方是輕 那個地方就被強調出來了 這樣就可以達到一個 比較所謂的畫龍點睛的效果 那今天我覺得亞文 今天這首歌 他那個 他這個地方有加重他的口氣 我覺得這個地方 有抓到一個重點劇的處理 那富凱呢,這首歌 因為他是男女對唱的歌 因為音域的關係 我覺得男生是有點 類似像配角輔助的一個角色 那我覺得富凱 他剛剛那些穿插衣裡面 也表現得很好 其實男女對唱 也是有幾句 是有一點重點劇的處理 包括男生跟女生的 口氣交界的地方 你那個銜接度 還要再加強一下 效果會比較好 好不好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剛剛順著唱的這個感情 這個感情情歌能夠打動人 這歌曲還有很多 親情的歌也能打動人 對 對不對 尤其是像出外的 或者是父母 可能有的是單親家庭的 這一種 或者是 在最難過的 就是父母不在的那一些 對 這種歌曲 我同學的故鄉也不錯 對 為什麼今天要講到親情了 所以歌為什麼能流傳百事 就是這樣 對 因為前幾天我收到一封 小朋友的信 這個就在我桌上打開來看 以為是觀眾朋友又來要照片 要簽名照片 很多 很多有來要簽名照片 不是跟我要 都是胡瓜叔叔幫我要 張櫃妹、周杰倫 許庫愷的、曹雅雯的 這不是應該都是親戚朋友 會做的是嗎 以前我常說到的信都是這樣 這封信很特別 很感人 一個小朋友十二歲 住在台北的 寫得字非常工整 我就仔細把它讀完了 馬上我眼淚就掉在那裡 然後紙就暈開了 上面寫的是他媽媽過世 爸爸不在身邊 可是他每個禮拜都看我明日之星 他只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他希望節目當中唱阿爸 你怎麼會記得 你不是剛好把阿爸暈開了嗎 對,看完 看完才暈開的 我這樣 對,我覺得小孩子 自幽公子又常常看明日之星 當然他是指定我唱的 我就覺得我可能要練班 因為想要彌補他對父親的思念 對 爸爸短暫時間沒有辦法回來 很想知道這首歌 那我的有不全之請獎情覆蓋 能不能幫這個忙 沒問題 可以嗎 可以 要唱得有感情嗎 好,我盡量 小朋友在這個成長過程當中 是需要很正面的力量 是 好不好,多少錢 喂 不用錢 不用錢嗎 你太好了 你太好了 差點 義務要唱給這個十二歲的 這個小朋友來唱 對,我們就領這首歌阿爸 來回覆您的要求 希望您的爸爸早日歸來 好不好 我最親愛的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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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親愛的阿 surrounding阿子 我要親愛的阿爸 我最親愛的阿子 也愛的阿爸 我最親愛的阿爸 你愛的阿爸 那奥 與我上五後upa 我最親愛的阿璺 你在魔王 我的æ pract 阿神愛的阿 我不願走 共滴滴開家 我們在長大 守著家 守著那溫馨的 雲光霞 沉默安靜的對話 我逃過阿爸 失散 謝謝 瓜哥聽得也很有感覺對不對 你也想起阿爸 不要哭啦 連這個雅雯也哭了 其實都會想起自己的爸爸 對 婷婷也... 婷婷也哭了 婷婷的爸爸好像也過世了嘛 對不對 所以特別特別的會有感觸 對,不過這首歌真的 他唱得真的很好聽 來,評審請給分 好 不過我覺得現在最感動的是 電視機前面那位十二歲的 那個小朋友 對 妹妹不要哭 弟弟啦 弟弟嗎 我一直說妹妹 不好意思 弟弟不要哭 本來是氣氛這麼好 你吐一個妹妹 對 不過瓜哥也是真的是 內心真的很感動 想到自己的爸爸 對 很想看到瓜哥這種 這麼有感觸 你就知道 這歌聲的力量有多麼的強大 真的 對 所以我們都要好好的加油 都唱一些好歌 是 希望以後呢 觀眾朋友少寫信給我 真是... 我沒替小朋友完成這個心願了 謝謝覆蓋你 公德無量,謝謝 真的 來,我們掌聲再謝謝老師 謝謝兩位 請入座 所以歌聲的力量 無論是情歌也好 情情的歌都滿動人的 對 不過既然你難得來啊 既然我們開放一個名額吧 好不好 誰呢 好好學一下 對 當然是自由分量的啦 好不好 郭婷筠,來 來,婷筠 我超喜歡有分量的 超有分量的 謝謝 這樣我懂你 歌聲又大聲 對 很熟悉秀蘭瑪老師的歌嗎 算熟悉 因為我之前比賽 有比過那個 紅粉的高雄 紅粉的高雄 對 對啊,那時候我來 我也好緊張哦 對,那幾天也在 我真怕我來 然後他剛好沒過關 嚇死我了 不會不會 還好那一次有safe 就平手 對啊 因為真的太難唱了 對,那你既然熟悉秀蘭瑪老師的歌 你想挑戰馬雅老師 呃,老師有一首歌叫做 剛剛是你是我最愛的啦